Sara 齐夫14岁就开始做模特 到21岁时 她已经为世界顶尖品牌走秀了 曼哈顿到处都是她为品牌衣服做的广告 这些也出现在她2009年 自己拍摄的纪录片《请拍摄我》当中 当我看到这些广告的时候 我并不觉得像我自己感觉很奇怪 但是模特行业也有丑陋的一面 这让齐夫有创建一个同业工会的想法 她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政治组织课时 取得这个灵感 尽管这个行业有光鲜亮丽的一面 但对于职业模特而言 现实是很残酷的 齐夫在纽约春夏时装周之前 那一次派对上发起了模特联盟 并且通过一段小短片介绍了联盟成员 我们在纽约 fashion week 我们也创建了模特预论 其夫说 模特通常被认为是个体雇 而不是雇员 所以有许多法规不适用 或者被忽略 比如保护未成年的同工法等等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说 为什么模特需要组织 他们可能会认为 时尚业是不严肃的行业 但是事实是 模特和其他工作相比 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应和其他工人一样 享有权利和保障 许多模特在十几岁就入行 他们在那时远离家园 甚至离乡背景 其夫说 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 有时候只能得到衣服作为报酬 他们可能赚得很少 只能通过向经济公司举债度日 性侵犯也是一个问题 模特联盟说 他将通过一个拟异的申诉程序 来解决这个问题 像吉塞尔和凯特摩斯 这样的超级名模的 高收入职业状态 使人们对那些多数的 年轻的职业模特的现状 有所误解 通常情况下 对这些来自东欧巴西的模特而言 英语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他们非常脆弱 其夫的经纪公司 马力联经纪公司 支持模特联盟的努力 时装理事会总裁 顶级设计师 胡斯丁宝说 模特至少应该满16岁 而且他们在秀场上的穿衣 和更衣的隐私 都应该得到尊重 胡斯丁宝说 许多顶尖模特公司 已经承诺 不再使用未满16岁的模特 但对于记者要求 得到来自经纪公司 有关其他指控的评论细节时 他并没有做出回应 其夫说 模特联盟不是一个工会 他希望模特们有一天 能够利用他们自己的集体力量 得到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环境 美国万花筒电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